常言道啊,马回窝心啊,老将不死也发昏 那马卧中心呢,到底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个精彩的对集为大家充分说明 好,我们直接红方当头炮,黑方猎手炮应对 红上马,黑也上马 此时啊,我们继续延续上一个视频 这里红方马八进九的话,跳一个外马 黑方也跳外马,这就形成了大猎手炮 红方出狙抓炮,黑方品狙宝炮 此时禁狙巡河 黑方也走模仿骑出狙抓炮,品狙守住 再次禁狙 那接下来红方直接兵九进一 接下来由马九进八的话,上马打狙 黑方先品狙站内,避让一手 此时红方依然是跳马 这里就踩着他的三路族 一旦三路族拔掉之后,势必狙马炮三子 对他的左翼有一定的进攻 同时他这里三路的丹麦有些势均力敌 所以说他采取的足三进一 那红方将计就计,兵器进一,就招惹黑方 黑方显然在这里是不能禁足吃掉的话 红方有直接居二平居 斩杀过来,形成了火力集结 他这里选择了足九进一 你上马打狙,那我接下来也上马打狙 你这边是兵冲过来的,我这里有狙,不怕你 那红方此时先采取进兵吃足 黑方明显有平居吃兵的变化 但是他这里在吃兵之前选择了一个马九进八 先来一个顿挫,这里打一步居,此时红方直接居二平六 那可能其友们会认为为什么没有居二平七 其实在前面一个变化我们已经为大家解释过 一个这是古普的走法 同时居到七路的话 相对而言对这个八路马达造成一定的困境 那这里也是引诱黑方平居吃兵 那前面我们讲过这里有两个变化 黑方由马八进六采取先进攻 威胁我们三路马 前面三局我们为大家介绍得非常清楚 黑方是得不偿失 那本局我们看黑方直接居吃掉兵 这也是红方采取刚才气兵的引诱黑方吃掉 那吃完之后了 黑红方采取移型换位 炮五平七的话就牵制住黑方的三刀线 这样的话居马向三斩不好走动 居一旦走开的话打底下 那怎么办呢 走到这里之后呢 接下来黑方又有两个变化 第一个是直接居三进二先压住 第二个是直接马八进七的变化 那今天本局我们重点讲解直接进居压炮的变化 好那走到这里之后 显然呢 红方要采取从三路线进行反击 直接退炮 显然呢 接下来品炮啊 重炮打居 其实在这里啊 黑方很想走直接啊 居三平二先拉住居炮 但是这样的话 底线呢 这个线啊 势必会受到攻击 一旦这个炮啊 突破防线 到达底线呢 很显然的 对它底线的采取进攻 再一分鞭炮的话 这个阵子始终是一个缺陷 所以说它这里才是提前向三进一先飞掉 此时红方抓紧机会 品炮打居 那这里重炮打居啊 没办法 只好躲闪开 而且啊 黑方这个居啊 仅此这一个位置 还躲到角落里了 那接下来这里 红方啊 再次啊 加强火力 跳马 同时啊 这里还打着双炮打马 那怎么办呢 显然这个马是不能 逃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呢 马三退一的话 红方有直接拘八进八 卡住 卡住这个死马 将来这个马是无处可逃 那可能朋友们会认为啊 这里能不能马回窝心呢 实在这个变化 股谱并没有走 我们也为大家演绎一下 首先我们看 如果马回窝心的话 那这里就给企业们出一个题目 如果说此情此景的话 你面对这个棋局的话 你直红旗的话 为红方啊 出出招 出出主意 看你会走哪一步 那这里我给大家推荐几步 第一 直接有居八 进九的话 压下来 第二 还有啊 可以抢住先手 直接进去卡住 那显然这两招啊 都稍微有点软招 有没有比较凶狠的吗 欢迎其友们也打在评论区里面 好 经过我的推演呢 那这里我就为大家推演一个比较凶狠的一个招法 能不能直接进去砍顶势 弃居将军呢 那这样一走的话 仅此一步 降五平四吃掉 那吃完之后呢 我们再次大居杀盗 这里再次一将军 形成了一个侧面虎的方法 那接下来黑方有两种应对方式 其中有向一退三 也有马五退三 这里向一退三呢 稍微好一点 如果说退马的话 不管你退马还是退向的话 我们直接打掉 那这里我们就为大家演变一个比较顽强一点的退向 因为这里马呀 能够看住 同时这个马呀属于进攻子力 向呢是属于防守子力 这个马将来以后呢 说不定呢 他如果说还能采取一定的进攻 那此时我们依然是进炮打掉 打完之后 你这里还不敢跳马踩炮 如果说踩炮的 平居砍炮的话 就是个绝杀 老将也不敢起来 因为这里有一个高量马在这里 此时如果说你这里平炮过来的话 那我们平炮打士仪将军的话 就把这个居给抽掉了 所以说比较顽强的 他最好的方式就是马五进三 这里上马踩着鞠 同时给这个马呀 来一个别腿 即便是你进炮打掉马 他这里有炮啊 给马伸根 那此时走到这里 我们洪方该怎么走呢 实则在这里直接上马 上炮给他马给打掉 打完之后你还打着炮 你不打我的话我打你 好那么接下来 这里就直接平炮打掉士仪一将军 那打完之后呢 很显然呢 这里将军怎么办呢 你只能起来吧 那这里就非常的精彩了 我们直接把他这个八路鞠给抽掉了 好走到这里 相信球门一眼就能够分出胜负 首先大子的话是一样的 黑方是居马双炮 红方是居双马炮 但是黑方降位不安 事项残缺 显然的红方特别有攻势 那比较厉害的就是 红方这个七路马在这里 让黑方的这个子力备受困禁 他比较顽强的就是想进炮打向 但是这个马正好是被黑方这个炮 这个炮必须得吸在这里 比较顽强的就是居居过来赶马 然后进炮打向 那这里就是有个非常巧妙的孕子手法了 首先我们居居一将军 那怎么办呢 只能进来 再次居居抓炮 这里实则抓炮的话是一个假旗 为什么说假旗呢 因为这里退居啊 这里有炮退居一将军的话 这个老将就绝杀了 黑方来不及进居吃马 同时他这里还必须得逃开 他比较好的就是降五平六 如果说降五平四的话 我们先吃完炮 把马看着 接下来还有退居抽 此时啊 再次退居吃掉 那走到这里之后 基本上这个阵势是不用走了 那显然呢 红方居马炮三子前方有攻势 然而黑方啊 目前来说是招架不住 这也是啊 马沃中心的最大的一个坏处 所以说啊 像其古语有云啊 马沃中心老将啊 不死也发昏 好 旗友们刚才这个变化 纯属我个人推演 那还有其他的变化 旗友们也可以自行推演一下 那走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就按照古普的来 古普啊 这个显然这个马是无处可逃的话 他采取了四六近五 五后中路进行防守 他这里也是啊 针对红方啊 双炮双军马 在右侧啊 他这里给老将留出啊 逃生的空间 那此时红方啊 直接进炮打掉 那打完之后呢 黑方啊 也没有理由不打 直接选择打掉交换 红方再次进炮打掉炮 那走到这里之后 就非常的厉害了 接下来暗藏有上马踩像的话 进炮闷杀 同时上马踩像还有卧槽的取 黑方仅此选择了退向 那走到这里之后呢 红方再次居八进八 先卡住 接下来有平居 过来呀 依然进炮打向 你这个向即便是飞来飞走的话 再次平居过来卡住 依然有进炮下去 好 那走到这里之后 显然黑方啊 有点招架不住 赶紧调整策略 炮五平六 准备啊 双向连结 此时红方进居 依然准备啊 威胁底向 那显然这里有 黑方的这个向三进五 是不能走到的 他只能走向七进五 那我们可以看 为什么说向三进五不能走呢 那此时这里 我们可以给大家充分说明 如果说走向三进五 如果说向三进五的话 红方直接品炮打掉 那可能就会认为 那你这里打掉他 我这里不撑掉 这不交换吗 这里大家就会发现 进居啊 就是个绝杀 双居错就能够绝杀 所以说这里啊 黑方是断然 是不能吃 红方这个炮 白白的丢掉一炮 所以说向三进五 欠考虑 那由此可见呢 黑方只能采取向七进五 那向七进五的话 红方依然是品炮打掉 那可能朋友们会认为 我前方这个子列 已经走到这里 打完之后 是不是有些不妥当呢 那此时我们可以看 黑方他依然是不好 采取吃我们这个炮 如果说直接吃掉的话 那好 这里又有一个巧妙的招法 那其中的这个招啊 也是非常的精彩 如果说你走对的的话 黑方即刻就能够投降了 好 七伙们可以先思考一下 只需要一步起啊 就能够结束战斗 好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上马踩掉象 这里就大胆的 把这个象给踩掉了 那为什么敢踩呢 你这里黑方 依然是不敢吃马的话 吃完之后呢 禁居啊 就是个绝杀 那走到这里之后呢 古普并没有往下演绎 认为啊 红方啊 是双军马 已经呢 濒临沉下 非常的有攻势 然而黑风啊 是扫大子 同时啊 这里事项不全 很难防守 显然呢 败局已定 好 今天这个非常精彩的变化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说大家觉得 马卧中心的话 有很好的妙招的 或是能够解决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再次非常感谢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